不少人睡起床或是起立蹲下后骨头关节都会发出声响 时间久了会担心每天都咔啦咔啦响对身体会不会造成问题 佛太医粤物理治疗师简文人表示 我们临床上发出声响的大致上可以分两种状况 一种反而叫做可从物性 就是你每个动作都会出头的声音 一种是不可从物性 就是发出声音以后呢 再来就没有声音了 必须间隔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再有声音 至于会有声响的原因 主要是关节腔里有负压所致 就像开香槟会有声音一样 发出过声响后 等压力回复后才会再有声音 每日常生活中 无论是伸染腰 扳动手指 或是转动脖子等 所发出的声音都是不可从物性的 简文人物理治疗师说 不可从物性 我们一般来讲就不用在乎 但是也不建议一直去刺激它 但如果想的频率很频繁 怀疑是可从复性时 就要多注意 有可能是退化性关节耶 因为膝盖的软骨不平滑 导致发出啵啵的声响 还有另一种就是 人体从屁股外侧宽关节延伸到膝盖 有一条称为克徑术的组织 在跑步时韧带肌腱滑过关节 或骨头突出来的地方 会因为不平发出声响 我们称为弹响腿 当发现有上述两种情况时 除了尽量不要做 会让他发出声音的动作外 严重时还是到医院 寻求医生的帮助比较好 这种新闻 你卡古吃冷Q吗 报导